现在由于疫情的原因 这个消费受挫 投资 这个增速下跌 我们调查发现很多企业家都有这个叫做一种心态 叫做深挖洞 广急粮 少支出 这个深挖洞是什么呢 就是想尽办法解决我们生存发展的一些措施办法手段问题 广急粮 那么我们在供应链体系原料的库层资金的筹备等等方面 多做些准备 少支出 少支出是什么呢 就意味着少投资 少发展 那么这个少支出带的格局就是什么呢 有可能就是少就业 就是少就业 少消费 所以说我就建议在这种情况下 我看到了不少的地方 政府也发行了这个叫做消费券 我觉得都是起到积极的作用的 但是我觉得发行叫做就业券会去更好一些 因为就业券 假如说我们一个企业 根据新增就业的数量 假如说每人 新增就业一人 发放一万块的就业券的话 那么我们国家假如说新增五百万的就业 那么发行五百亿的就业券 对国家来说是做得到的 假如说能够发行五百亿的就业券 带动五百万就业 对国家来说这是大好事 因为国家提出今年要新增九百万就业 那么通过发放就业券能够解决一多半 这无疑是特别的好事 而且发放就业券还能够提到 第一提升就业 第二促进消费 因为这些就业增加了 消费的人群就增加了 那么信心有所提升 消费也提升 投资也提升了 所以说我觉得从这几个角度讲 我们是发放就业券能够起到一丝三鸟的作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